消息指驗出大有H7病毒的雞 是來自信德倫教鎮雞州村的這間雞場 照牌隔壁掛上政府客准琴廟出口的證明 雞鵬就用升鐵搭建 用帆布包圍設備簡陋 牆內養的竹絲雞 部分離開了雞籠 在牆內四圍走 地面就撒上消毒用的石灰粉 牆外也有禽畜藥品的空津 記者在雞場外拍攝時 沒有穿防護裝備的職員 立即鎖大閘 又驅趕記者 他之後穿白袍和大口罩 有附近的村民說 雞場在過去一年 一直扔了大量的死雞 更加起勞灶焚發雞的屍體 村民投訴無門 順德市場安全監管局的職員 就是驗出來全部都是合格的 沒有 他原本要向雞場提供消毒用品 但是沒有人應門 他之後離開了 這間工港雞場成立12年 大約6年前搬到現在這個地址 但是在工港雞場的名單上面 和在當地黃頁登出的資料 是仍然寫著位於另一個陣上的舊地址 本港的食物及衛生局說 雞除了可能在雞場受感染之外 亦都可能在運輸過程中感染到禽流感病毒 這方面會交由內地的檢疫部門調查 確認病毒的源頭 無線面試著廣州記者李冠雅不得 內地多個地方暫停活禽交易 當中自治